最後到partd 就要找這個point of inflection的拐點出來 即fd兩次要等於0 所以我們會把fd兩次等於0 這個乘數就沒有了 所以只有384個x加1536是等於0 所以你會有384個x等於-1536,所以x就等於-1536除384就是-4 但我們要檢查,所以fd兩次代替-4小一點,fd兩次代替-4大一點 代替這個位置,所以我們可以代替384個x加1536 你可以把括號關掉,除了x-4的四次方 然後我們要代替-4小一點,所以就是-4-0.001儲存在x向上按 出來是負數 然後-4大一點,所以可以代替-4加0.001儲存在x向上按 出來是正數 你看到真的有轉小的效果,即是先負而後正或先正而後負 它就是一個point of inflection 所以我們的point of inflection 就等於-4和這個 那當x是-4的時候,究竟的左表是什麼呢? 你看到這裡就知道了,因為-4加4分子0了 所以其實就是-4,0 就是這樣,這就是partd的答案 和5星語線報道 白色字報道 白色字報道 老色字報道 白色字報道 ?